最近有网友好奇发问 说为什么关灯睡觉的时候 蚊子在耳朵旁边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不过起床开灯之后就找不到蚊子了 专家说家里头常见的热带家蚊 还有地下家蚊 这属于夜行性 喜欢在阴暗的环境当中吸血 开灯的这个光亮会暂时干扰 抑制这些蚊子的吸血行为 而受到干扰之后 蚊子就会远离人类 飞到墙壁高处或者深色的物品上 但是不同种类的蚊子 也有不同习性 天气热蚊子大军出没 尤其在半夜耳边传来嗡嗡声 让人不堪其扰 有民众发问 为何半夜睡觉想要抓出蚊子时 只要一开灯蚊子就不见踪影 暗黑的情况之下 它是凭着它的嗅觉 所以它会在我们耳边在那边绕 等到我们想要打它的时候 开了灯它就马上的就会离开我们 因为它会感受到 它是受到威胁 中兴大学昆虫学系杜武俊教授分析 家中常出没的热带加纹和地下加纹 属于夜行性 喜好在暗的环境中吸血 当开灯有光亮时 就会干扰它 暂时抑制蚊子吸血的行为 蚊子就会停下动作 一旦夜行性的蚊子受光线干扰后 会飞一会儿停在墙壁高处 或是深色物品和阴暗角落 可以从这些地方找寻蚊子踪击 蚊子的一个吸息的地方 像桌子底下或者是床底下 或者是橱柜的后面 甚至有一些布曼窗帘的后面 对 这是他本来的吸息 不过杜武俊教授提醒 登革热并没闻 像是埃及斑纹 白线斑纹 偏好在白天吸血 开灯反而会刺激他们 找寻吸血目标 必须彻底清除滋生源 那轮胎里面你假如有积水的话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再来就是大楼里面的话 就是在污水池里 就要把积水容器的水把它倒掉 排水沟或是污水池的话 就是要投药 不同蚊子习性也不同 尤其近期天气转热 管理环境彻底清除蚊子来源 才是治本方法 据讲相约卢博聪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